Hello 大家好 我是Coco 那今天又是一个咖啡系列 还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 摩卡还没有上市 首先就先带大家体验了一下魏摩卡 那时间一晃呢 来到了八月 咖啡家族又添了一名大将 就是我身边这台魏马奇朵 我现在呢在福建泉州 来参加马奇朵这个纵贯千里的活动 那马奇朵呢 是魏旗下首款搭载 智能混动DHT技术的车型 究竟它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话不多说 把车开起来 好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 这台车搭载呢 是1.5升的自吸发动机 以及双电机 有两档的换档模式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中控 就可以特别直观地看到 这台车的工作情况 比如说现在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纯电的模式 那这种模式情况下呢 是只有电机在工作 那对于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 你需要不断地跟车停车 很低速行驶的时候 这台车会带给你更加平顺的感觉 而且你不会有这种一顿一措的感觉 而且呢 这种情况下还会更加的省油 那如果我们现在身踩一脚油门 稍微再给它一点速度 就会变成串联模式 这种情况下呢 发动机是在给电机提供一个动力 然后通过电机再到四个轮子它去行驶 那这个时候 发动机也没有直接地去参与工作啊 还是通过电机 所以我们还是会感觉它比较安静的 而且享用速度非常快地在行驶 那如果这种时候 我们再深深地给它加点速度 就会变成并联模式 这个时候呢 发动机就已经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了 但是啊 我觉得特别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呢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 它这个中间两肌之间的切换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感觉这个动力是一直持续 很积极地在输出 并没有说 一下我就感觉它需要一个反应的速度 这种我都没有感觉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马其朵做的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 那这台马其朵开起来非常的轻盈 就是你觉得它的转向也是非常的轻松 然后它的悬架调的也比较软 因为是城市SUV嘛 所以让你坐在车上的人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没有特别大的颠簸感 那其实今天在路上驾驶了这么长时间啊 我觉得马其朵特别适合我这种 就是什么都想要的懒人 就是你又想让它安静 又想让它省油 然后呢还不想就是特意地花时间去给它充电 那这作为一台混动的这个HEV的车型 我觉得马其朵可以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咱刚聊了不少这个驾驶的感受啊 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内饰的设计 其实我刚刚一坐进来就发现 这个中控屏真够大的 14.6英寸呢 就特别像一个iPad在这 而且你使用起来也是啊 就是流畅度比较高 分辨率呢也不错 而且它这个菜单设计的呢 特别的直观 想选什么呢 特别的方便 然后呢这个液晶仪表呢 相对来说尺寸小一点 可能有人觉得啊 你这个液晶仪表这么小 信息是不是特别少啊 其实呢人家马其朵早就已经想到这一点啊 所以呢也这个搭配了ARHUD 那这两个信息结合起来一起看呢 信息其实量是非常的全的 而且重点是特别的直观 你的视线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偏移 那整个这台车的内饰 我觉得设计的就是比较简约比较大方 也是正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偏好啊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一定要多奢华 或者说你科技感一定要给我堆多少特别全那种 我就觉得简单大方特别好看起来特别干净 其实这台车整车啊可以就伸手能摸到的地儿 你都觉得它特别的包裹性很强 而且全都是这种软的皮革材质 包括我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呢 非常的舒适很软啊 而且支撑性也不错 那刚刚呢我也去后排体验了一下 因为毕竟定位是紧凑型SUV呢 就会比较好奇后排空间 其实后排空间是非常够用的 对于普通我们家用来说是完全足够了 今天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呢 都没带大家好好的看看外观 那这台车的颜色 第一眼开上去就是好眨眼啊 特别的亮 真的有点在这个炎炎夏日清凉一下的感觉 这个车的前脸呢 其实一看就是为这个家族的 大尺寸多边形的中网 再加上度个的装饰 中间呢是一个品牌的大logo 然后这台车的大灯设计的非常的犀利 有点这种鹰爪的感觉 其实呢我特别喜欢这台车的侧面 它的腰线设计是向上扬起的 有点这种俯冲向前的感觉 那车尾的这个设计就比较简单了 两个分体式的大灯 再加上一个隐藏的排气 那其实今天通过一天跟马奇朵的接触呢 我觉得我的预期它都达到了 甚至呢会给有一些小惊喜 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对马奇朵做更多的深度测评 另外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 马奇朵并不是这个咖啡系列的句号 它只是一个逗号 后面呢还有更多新的成员会加入 那我们也会事务以待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科养大家跟我们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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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